人工智能的发展真的很快 前几天还在讲GPT 3.5 现在GPT 4就已经推出了 最新的GPT 4是一个大型多模态的模型 之前我们采用的沟通方式是文本输入文本输出 这次新增了接受图像输入 如果我们让它读取照片 它可以根据每一幅不同的照片在上面给出这个照片的描述 并且根据我们的问题综合给出一个回答 而且根据官网介绍的话 它的智商应该是大大提高了 看一下它的考试成绩跟GPT 3.5对比 在大部分学科上面它都超出了之前的GPT 3.5 这是一份GPT 4参加人类考试的成绩 得分总分战胜了90%的考生 可以看到除了在写作考试和微积分考试中 它的成绩位列中有 其他大部分的考试它都是位列前10%到20%之间 有兴趣可以拿这份表格来研究 使用Chate GPT 4一种是通过订阅的方式 订阅Chate GPT Plus 另外还有一种跟之前的GPT 3.5一样 采用接入API的方式 它的定价是0.03美元每1000个提示令牌 就是说我们像GPT 4发出指示这个令牌是0.03美元每1000个 它的回复是0.06美元每1000个令牌 那这个价格比之前GPT 3.5贵了很多 但是同时它提高了上下文长度的限制 之前是4000多个Token 现在提高到了8192个Token 并且在有限的访问中最高上限可以到3万多个Token 就是可以输出差不多50页的文本 这个基本上相当于一篇论文 使用GPT 4刚才讲了一种方法的话 就是加入它的Chate GPT Plus 在这里升级我们的计划做付费会员 另外还有一种使用它API 可以加入它的API后补名单 这里需要输入一个Organization ID 在你自己的OpenAI账号里面可以查得到 所有信息填完以后加入它的等候名单 最后再讲一个免费使用GPT 4的方法 新的Bin就是在GPT 4上面运行的 所以还没有加入新的Bin的预览板 可以在这里申请加入候补名单 如果已经有加入了 那现在就可以跟聊天机器人体验GPT 4